这大晚上来一盘粘粘糊糊的麻酱拌水饺 再配上糖心煎蛋麻酱炸鸡和冰激凌炸鸡 还有什么自行车啊 好多朋友还想看我吃炸鸡 那今儿就再整一个不一样的炸鸡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咱再煮一个粉色的樱花水饺 尝了什么味儿 该说不说这关山樱花花瓣和火龙锅粉特调的粉色脚皮 颜值是真高啊 其实饺子煮出来颜色应该是这样的 我这屋光线有点暗 拍出来颜色有点黑 但其实煮出来颜色粉粉的贼好看 黑猪肉白菜馅吃起来好香啊 我把辣椒油咱再来一看 好香啊 我刚刚要去调了一个蘸鞋底都好吃的蘸料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咱把这麻酱料汁倒在饺子上 这麻酱拌饺子就做好了 尝一个 我特别香 让每个饺子上都裹满麻酱 这麻酱我就用的芝麻酱或者说二八酱都可以 加一点水卸开就行 嗯 饺子煮少了呀 半个方便面半个饺子半个流汁宽粉都不错 往上淋上浓浓的麻酱 嗯 该说不错李香果这个饺子真的香 搭配上麻酱得好吃 刚才没看食堂啊吃到一半时间到了 给小助理留一个麻酱水饺 正好煎了俩盒骨蛋啊 咱尝尝这个麻酱和骨蛋 我这麻酱和骨蛋 也得好吃 蛋白煎得脆脆的 搭配上麻酱小美辣蒜末还有葱花 混合起来味道超级香 哦对了 我今天吃的粉色水饺是李香果的樱花限定水饺 据说在饺子皮里真的有樱花 我知道你们都在等他 麻酱炸鸡呗 在上面再裹一个合骨蛋 感觉不太好油 这个我觉得应该叫麻酱亲死炸鸡 上面一个鸡蛋 然后第一个鸡腿 最提味的是麻酱里面的葱花和小米辣 哇真的绝 你们要在家里做油脂宽粉是 手头有炸鸡 可以试试一下 但有一说意 麻酱炸鸡吃起来有点干 还剩最后狗 最后这个去皮炸鸡腿收尾了 马上穿半袖了 稍微自律一点 让它蘸满冰淇淋 强调一下 一定要这种笨画不画冰淇淋 这也太自律了 又去皮 又蘸冰淇淋 还没有热量 行了 就是这样了 让大家喜欢我视频道呢 自己见三流 拜拜